到目前为止,美国只有两个州公开承认其投票基础设施受到黑客袭击 联邦官员在周三的国会听证会上说,俄罗斯的网络攻击要广泛得多 我们有证据显示有21个州的选举系统成为攻击目标 但是实际计票结果并没有因此而有任何改变,对吗? 对的,联邦官员在国会作证时拒绝透露有哪些州受到影响 或是有多少州的选民登记等信息被渗透 有议员对此表示不满 我不认为对美国公众隐瞒这些信息会使我们国家更安全 我没有兴趣让任何州感到难堪 不过一名州选务官员提醒说,透露这些信息需谨慎 但我晚上无法入睡的担心是,公众对我们选举制度的信心 我们可以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让人们认为他们投的票不算数 前阿巴马政府的一名高层官员在听证会上说 在发现和消除网络危险方面 州选务官员迟迟不愿接受联邦部门的帮助 我们看到有人不断对选民登记数据库进行扫视和探测 这让我感到担心 所以我一直鼓励州政府官员寻求帮助 阿巴马政府把选举制度指定为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各州因此有资格获得联邦资源 但是一些州政府官员并不赞成这种做法 他们反对中央集权,希望维持州政府的力量 这种自主权对恶意行动者是一种制约 在联邦和州政府官员意见不合的情况下 研究过选举制度脆弱性的电脑专家发出警告 在每一次案例中 我们都发现了攻击者破坏机器和窃取选票的方法 美国的敌人肯定能够掌握这种能力 观察家提到 投票机并没有连接到互联网 但是投票机编程所使用的软件有可能被黑客入侵 美国之音记者鲍曼 国会山报道